中国人让雅克萨星在四个月的时间里用一个装水的桶 使用洋流的力量成一个木拔横渡大西洋 通过三千次漂移测量收集有关海洋温度、岩度和洋流的进气表明 全球水域的移动速度比二十年前快了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 每十年洋流的速度都增加了百分之 据科学家说,整个情况看起来很奇怪 洋流速度的变化比自然变化的预期要望 但科学家们相信,是全球变暖导致了风的增强 使水的运动速度越来越快 而海洋上空的风速每十年增加百分之一点九 满过来,风又增加了地表水流的速度 然后加速渗透到本身的层中 科学家们发现 今天巨峰分速的平均增长速度过去高出二十亿公里的降势 研究人员认为,这正是全球变端的原因导致 2019年,巨峰流量成为世上第二强的巨峰 造成五十人死亡,七万六千多人股价可危 来自五十个国际组织的八十九名科学家 分析了格林兰岛在过去三十年里还安心的变化 结果发现,于1992年相比 2018年,格林兰岛是个洪川和洪宿,本七倍 在此期间,格林兰岛损失了3.8万亿公里 相当于海洞远上升的10.6毫升 到21世纪过来,在这些过程的影响下 海流可能会再上升7厘米 事实上,地球的气候直接取决于全球海洋水的运动和温暖的所谓 洋流将热量温散到决定 从一尾到高位,大约一半的热量是由海洋水 并一半是多大气氛的热量 在海洋中,有将近二十二万大气氛的热量 在海洋水上,都最不适合是高的消失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请记得点赞和分享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